我最期待的環節終於出現 全天留在船上放提式任食生蠔 海膽龍蝦,配上美酒 真棒 我們還會留在島上玩幾天 究竟有甚麼玩?大家拭目以待 大家拭目以待,再看積調風景 破舊革新,池內已踏上的行程 異地墊花,源頭可解割 新精彩新持季,紀錄遊者對白 身邊正視你,拍攝好最分一長 就任我經歷任我偷 任我最特新的啟拍 今天是我在整個行程中最期待的 為甚麼?因為我們即將要參加 沙發食物禮物 基本上是由早上8時至9時 開始吃… 吃到下午4、5時 今天全天都是吃鮑魚、龍蝦、海膽 還有甚麼?蠔、三文魚 基本上是吃到你不想吃 而且今天我們是包團 你好,你們好嗎? 我很好,我回來了 你回來了? 很棒,很高興見你回來了 我今天想要很多海食物 你們有盒子,絕對盒子 好,我們走吧 好,踩上去 完美了 這個海食物禮物的好玩之處 在於它會拿著船 去到不同的地方 去到樹林或海中心 以不同的大自然環境 作為餐廳的背景 馬上捉新鮮的海膽和鮑魚 Sea to Table 好,可以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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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了很久了 終於吃生蠔 他就說 我要試試看好不好吃 吃完之後 把我扔到海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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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好 他說這個是你吃過最新鮮的 生蠔 我100%認同 我可以放它,對吧? 對,我確定 是真實的? 真實的,是合法的 你準備好證據嗎? 再給另一個 他說,證明我做得好 要再獎勵我一個 第二隻 真的很好吃 那種海水味 是新鮮到你無法應用 其實跟我們之前去蠔場差不多 但因為那天下雨了 我們今天在這裡,天氣也好 心情也好 而且吃東西也很深入 所以我覺得這隻蠔我會給100分 加上可以這樣 多給101分 因為可以自由奔放地放進海裡 話口味,我剛剛說完那句話 也不足夠一秒 他已經給我第三隻 他嫌我太慢 他說,你不能保持我 我現在吃完三隻 他已經開了四隻 是否要跟我斗費 我打孵來,好嗎 我想說,很幸福 我的口味真的吃得很累 吃完這一邊,又吃另一邊 現在他就煮生蠔 再加上氣泡酒 煮一個非常好吃的 香檳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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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喝醬汁 大家看看 他叫我記得喝完這個湯 因為這就是生蠔的醬汁 蒸落 再加上這裡的海水 我不客氣了 我不用吃一隻蠔 只喝湯 水已經覺得很滿足 但最重要是先吃一隻生蠔 先吃一隻 生蠔 像這樣 整個海洋濃縮了十萬倍 進去這隻蠔 你去嗎 我嗎 你確定嗎 你不明白 沒有 他叫我一起去跟他潛水 為甚麼 因為要下去捉海膽 海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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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聽到他說甚麼 海膽 現在就要下去捉海膽給我們吃 姐姐在快手上潛下去一會 就已經有斬鑊 很多海膽 新鮮的紫海膽 有甚麼不同 紅色和藍色的 同樣的種類 只是不同 它在動的… 真是新鮮度 我想說是 真的在塔斯曼尼亞才能感受到 甚麼是新鮮 這些就是新鮮 你看它還在滴海水 很甜 真的很甜 它連海水 是甜加濕潤 是無敵的 天氣之子 真的不是流的 原本很陽光 突然我整個臉都是雨水 不過他們當地人有一個說法 你在塔斯曼尼亞 如果不喜歡天氣 就回到10分鐘 如果你不喜歡這裡的天氣 10分鐘後回來 天氣就會變化 這裡就是塔斯曼尼亞 人們這樣說 吃完這麼多海量的三文魚和生蠔 還有海膽和龍蝦 吃了這麼多海鮮 現在要喝一杯酒 乾杯 現在下午2點 其實我已經吃到八成飽了 我們還有一道菜 就是鮑魚 它的鮑魚 會用塔斯曼尼亞的方式去煮 它就加了很多牛油 你加了很多牛油 對嗎 牛油和檸檬 牛油和檸檬沒有了 塔斯曼尼亞的新鮮鮑魚 跟我們的中式很不同 這個是檸檬、牛油 已經很香 好吃的 不過我還是喜歡吃 蒜蓉版的 中國版的鮑魚 他們剛才一定是偷聽到我說 然後我看到它上面有些 紅椒、蒜蓉、蔥 那種感覺 真的很像避風堂 難道他來過香港偷師 快樂真是不知時日過 今天這個旅程非常滿足 所以我非常建議 無論你是來渡蜜月 還是年輕人來玩 都應該要嘗試 他一個人都可以成團 沒理由不嘗試 這個這麼好的體驗 記得參加 Sifu Seduction 就是我整個旅程 最期待的一個活動 因為無限供應的海鮮 超級好玩、超級好吃 完成了今天這麼開心的 吃、吃、吃、吃海鮮之旅 也代表我們即將要離開塔斯曼尼亞 跟我們相處了這麼多天的 導遊媽媽 就要跟她說再見了 這短短幾天 我真的把她當作是我媽媽 因為她真的很照顧我們 媽媽害怕我動了 所以馬上讓我帶頸巾 謝謝媽媽 希望可以快點見到媽媽 我喜歡跟Ben和Sam 跟著我 為了我的兩個兒子 一起去旅行 他們非常驚訝 現在是凌晨 3時9時 我們剛剛睡了差不多五個多小時 我們現在準備出發 我想不太捨不得 其實他們挺照顧我們 但我們還是時候出發去下一個旅程了 現在我們要去機場 在塔斯曼尼亞這麼多天 照顧我們的導遊 是非常媽媽的 她就好像我在塔斯曼尼亞 這裡的媽媽 基本上每一餐都問我們 Beric,你夠飽嗎?要多喝點酒嗎 照顧非常周到 澳洲人也很友善 其實留在塔斯曼尼亞七天 除了生蠔令我難忘之外 當地人也令我非常感動 不過行程也要繼續 接著要飛到坤士蘭 我要經歷上天和落地的體驗 剛剛到布里斯本 第一個站立刻要去一個島玩 我們會上這個島 住了三天兩夜 裡面有甚麼玩 當然是上天下海 但現在我們才要乘船 去這個島 大家就跟著我出發 這是一個很適合家庭去玩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是有一家大隻的家庭觀眾 非常適合,跟我來 到坤士蘭之後 我們首先要乘一個多小時 去到一個島 這個島也挺偏僻的 因為要乘這麼久 才可以玩到很多不同的水上活動 水清沙又 還可以玩越野四驅車 非常適合一家大石來玩幾天 經歷了九個小時的旅程 我們終於來到這個島 又乘船、又乘飛機 剛剛就化妝了 不過在玩之前 我也要先吃東西 因為實在太餓了 不說了,待會玩那裡見 吃飽飯,準備好就玩這個quad bike 你看到我的四驅車超級大 其實我已經想玩很久 因為可以上山,然後衝下來 但剛才我聽了一些指示 所以要戴上頭盔才可以玩 好,大家準備好 出發了嗎? 駕駛著越野四驅車 沿著沙灘風磁電製的速度感 真是爽得不知如何應用 或者這些就叫做無驅無速 還要有一群朋友一起衝 原來在沙灘玩飄移是這麼過癮的 令我越駕越快 剛剛玩完這個越野四驅車 除了頭盔的頭都亂了 但也不要緊 因為這個遊戲實在太好玩了 我原本在玩之前還想著 會不會害怕撞到 因為我本人比較細膽 但玩完之後 其實只要你控制得好 以及不要想著大家要超速就行了 所以聽著教練的指示都挺好玩 為什麼我會說這裡很適合一家大小來玩呢 你看我介紹的房間就知道了 不應該叫做房間 簡直是一間房間 它是一間三間睡房 超大的廳 先進來看看這裡 你後面其實已經有一個很大的廚房 如果你譬如兩三個家庭來 其實可以真的買些東西在這裡煮東西 如果你是我們香港人 C香 其實真的可以在這裡吃火鍋 再向前 就有一個我覺得是整間房間 最最最最最大的設定點 就是這個露台 不僅我們可以坐在室外吃晚餐 你後面還有一個燒烤機 哇 燒魚燒烤 然後在這裡 看著日落和無敵大海景吃飯 我想你的心情應該已經去到差不多 90分至100分了吧 哇 我們不如看其中一間房間 其中一間房間也正常的 一張大屍正的床 看過來前面就有個洗手間 那洗手間有個… 哇 這是一個驚喜 有個按摩溶池 其餘的兩間房間其實都差不多 所以就不帶大家看了 總括來說 如果來到這些度假村去度假 看著它們才會有充滿度假的心情 因為我待會要下水去餵野生的海豚 即不是圈養我 所以現在要先換了短褲的裝束 但是在換褲的同時也想跟大家說 這個挺有趣的 這塊板 這塊板是一塊它們叫做纖導板 為甚麼呢 因為它們認得了海豚的樣子 所以替它們改了名字 就說究竟今天是誰來報到 好,大家可以跟著這個板 看看究竟這幾天出現過甚麼的海豚 你有沒有看到海豚已經隔了出來 我剛才有問 究竟它們會否割踐 不過不要緊 如果要割踐,我們就幫忙一起推回海 好了,差不多天黑的海豚 應該都已經到齊了 不過有一隻不速之客來爭食 它很可憐 它飛過去想吃魚 但每個人都拿起那桶給它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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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偷到食物了 隻獎終於成功了 它偷到食物了,撿到雞了 我現在拿著這兩條魚 要出去餵海豚 海豚 海豚,你是不是想吃它 很有趣 很多年沒見過野生的海豚 它很有趣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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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餵了第一條魚 好 它已經吃了 已經很快 這些海豚 我們餵牠的時候 是不能摸牠們的 也不能拍戴牠們 只可以餵牠們 這麼快就餵完了 其實很快 兩、三分鐘 就帶我們來拍一半小時 再見,海豚 我想說,我起碼真的有三年 沒試過看到這麼漂亮的天 以往我們去巴黎 去泰國 或者沖繩 看到這些天 會覺得 我真的有一種去旅行的感覺 然後就覺得很感動 我現在看著天 其實我也有這種感覺 未去到想哭 但已經是覺得 心裡有些… 有些東西響著 覺得 我好像真的做了一種 正確的決定就是來旅行 因為我已經三年沒有出國 看著這個天 是覺得很感慨 而且覺得 原來幸福不是真的那麼容易 特別在現在的疫情下 可以離開到香港 出道理 看到這個世界、看到人 看到這麼漂亮的天 已經很滿足 早晨 為何我要去到哪裡 今天也是陰天和這麼多雲 你真的當我天氣滋滋流嗎 我今天帶這個黑超 又沒用了 在這個度假村的後面 有一個小型的沙丘 我們這麼早起床 就是為了玩一個很刺激的活動 我們還遇到一個 很可愛的澳洲小朋友 你的名字是甚麼 Ned 是 在澳洲的島裡見過 有一個靈性 控制相機 那些人一般都是 好,好,好,好 好,好 好,好 謝謝 小山優看上去 就好像很高很斜 差不多有45足 應該沒有 這次還要前面 有這麼多人在走路 其實腳印跟著他們的踩 是沒有那麼辛苦 這個是他們的秘密絕招 好,要拿回澳洲的蠟燭 即是蠟燭去畫它 我問他為何要這樣做 他會令它滑很多 這樣滑得更快 來吧 很快 我吃光熱衣 玩一次又如何救猴 懂得玩當然多一回合 雖然真的很累 走上山 但看到剛才這隻小孩玩得那麼爽 我又怎能輸給他呢 我剛才說 喂,你不用等我 你上去試過 對不起,我不是在等你 我是在休息,因為我也很累 玩完一次之後有經驗 這次下去我覺得速度更快 說真的,也有點害怕 因為速度更快 真的很累 我整個口都是沙 但真的很好玩 我們玩了兩次 還是覺得不夠皮 因為沖下來其實也挺快 沒甚麼離心力 但超級快 你想像得好像自己快要飛出一塊板 但我想小朋友適合 大人也非常適合 到剛才的小蠟燭表演 厲害,剷起沙 最厲害的是你 爸爸 他全身都是沙,很可愛 今早玩完滑山 這麼快,天氣又變得很快 你看,南天白雲 我們現在可以去玩其他水上活動 專程來到這個這麼少人的島 當然是嘗試撐一下獨木舟 看看水中 看到海洋生物嗎 來吧 我第一次就這樣給澳洲這島 因為我之前沒有玩過沙漆 因為我一直覺得坐在這裡 背來背去會不會很悶 但原來也不是 坐在這裡,然後看著海 當你累的時候 就可以隨水漂流、霸露 其實也挺多工作 所以我覺得我回香港 也可以再試玩,還可以 但因為這裡的水實在太清 還有我們現在這艘船 下面是透明的 可以看到魚仔 看到一些石、沙 都挺有趣的 其實我想說 是一個很好的健身活動 因為肩膀的Delta很累 我想說我沒有了半條命 因為我剛才貴玩電話 這個千萬不要學 因為我第一次玩 我完全不知道飄了去哪裡 你看到那裡有一輛遊艇 我飄得遠過那輛遊艇 我挖了很久才回來 中間是累的 他們說想找人救我 我說不用 因為我覺得我不想放棄 既然也開了頭 那就玩了尾 最後真的回來了 但是是一個很好的體驗 叫我不要放棄 今天在島上玩了全日 是遲去吃一頓 之前我們也試過這裡的中餐 也有其他餐 譬如有薄餅 有生蠔 有不同類型的西餐 我們午餐也吃過越南河 所以這裡也有很多東西吃 但今晚我們決定 在明天離開前 要吃一頓好的 所以我們就點了一個燒烤 給大家看 我們有魚、有牛 還有這裡是當地獨有的 這些有點像龍蝦的物體 但其實叫做Bub Telson 這個樣子像龍蝦 但我不管了 我要吃因為真的很餓 這間餐廳太多人 我們等了差不多一小時吃 所以是時候開餐了 是時候離開了 不過我是天氣之子 又怎會這麼順利 我們原本打算搭直升機 從這裡直接飛回去 布里斯本 但因為天氣太差了 你看到很大的雲 雖然有很大的彩虹 很漂亮 但機師覺得可能有機會危險 所以不知道現在能否飛到 等多一會 其實已經等了半小時 已經累了 累了,結果還是要搭船 打算來的時候搭船 就有時候可以搭直升機 剛才那場雨大了 我媽媽也不能贏 但連彩虹也不見了 所以沒辦法了 唯有搭船 又要坐70分鐘 原本想要飛10分鐘 就可以到布里斯本 不要緊 來完之後一定會天晴 之後一定會有更好的東西 等著我玩 我住在這間酒店 非常充滿故事性 曾經是作為一間醫院 去二戰時期 照顧過一些澳洲的雙兵 我玩到上天 坐著熱氣球 漫遊昆士蘭 旷闊我的眼界 看著下面綠油油的草原 和毒物 心境真的非常平和 很放鬆 這間酒店 我玩到不自然 就是第一湯 畢業的藍燈 所以還沒有 就是這個 那個今回面的圍會 是藍燈大利 這次有一個這個 不只是你 對這兩個人 也會不會提到 每個人的藍燈 就能講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